熊子健你腿都那样 还能抢椅子 真不简单 小凯 小凯这个大汗是吗 蓄股大不好意思 蓄股多 加油 变上 告辞 太感动了 王群凯为了让着我 说说明你我还在你心里对不对 还在 熊哥你别让我是吧 是 我绝对 真的不让我 我绝对让着你 他让着你他也赢不了你 准备好了吗 最后两位成员 第五轮比赛开始 别抢了大耀术 随缘吧 Ruben 今天这个不仗 谁在前面就有意 我看着子健真心酸的 快真的 再 raised 你看 子弦一直重复着同一段戏 你看 太心酸了 感觉在疼过 好励志 你干嘛去 真美 这个曼谷的景色是非常地漂亮的 恭喜张雪莹 谢谢 恭喜 接下来请张雪莹 优先选择两位成员作为自己的队员 我选的第一个肯定是选 很坚强的师哥 我终于做第一次 你选他 我不是做第一次 之前所有人选择我都是最后一个 为什么 我不知道只有你有眼光有品味 快再选一个 是我是吧 挑一选 来吧 来吧 我觉得我 你是不是捡住我 不是捡这边 关键是我得掺着你 好的 好的 各位少年 现在我们所在这边区域呢 是位于泰国梅南河附近 在梅南河畔呢 有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和生活气息的鲜花市场 你们的第一个挑战将会在那里开始 在你们出发之前 我会有一个礼物给你们 在我手上的是几颗绿色的试验版解药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你们的症状 我要吃解药 来吧 杨子姐姐吃一颗 永保青春 我不要给你们开圈 这是你的道理 妈妈在缩小 我在缩小 我在缩小 妈妈 什么 我别买了 不要回来了 我别买了 这个药还在实验的阶段 一旦药销到了的话 你们还是会变回去的 我们宣布退团 我们将会前往第一站 完成我们的任务 上一行少年人高红少年团 上船了 我们要前往什么鲜花市场 是卖花的地方吗 泰国的鲜花 应该就是卖花的地方 好凉快 可是有风了 这么大的造影 这个银真的收得进去吗 对不起 到时候肯定是空间 我跟你说肯定是空间 这是哪里花市场 早市的感觉 卖早市 卖什么 卖啥都有 卖蔬菜水果 新鲜的蔬菜水果 各位少年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又在梅南河看 再次集合 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 泰国食材的品尝 泰国香料非常多种 是吧 东英宫 比如说东英宫里的辣椒 香叶 香茅草 这是对 对 这些食材都蕴含着泰国当地的美食哲学 那么今天我们的比赛就是像各位面前所看到的 我们准备了不同口味的食材给大家 肠胃变食材 少年们品尝杯里的当地食材后 需靠味觉记忆 在背后的调调一条街寻找对应的食材 最终找到食材次数多的一对 获胜 请开始品尝吧 什么味道 柠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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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了 笑鼻子 你看我喝了都没事 太辣了 是辣的 我闻到了 可以了吗 你喝了吗 你没喝吧 喝了 不辣 我们重庆人觉得这些都不辣 接下来大家可以前往身后的街里 去寻找一下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 一个 一个最不利索的 跑得最快 你别失望一炸大哥 辣椒 这是什么 烤鸡 行了 别耽误事 走了 你好 是辣椒吗 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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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谢谢 不是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 因为这个是橘色 那个不一样 不好意思 这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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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她说什么 你可以 动的小开 是 没有 这是 对 我可以拿这个吗 可以 可以给我吗 谢谢 走 走吧 没有 你不知道吗 你有这个吗 没有 肯定在这 有 有 有 人家路窄啊 这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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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拿了这个 这是泰国超天辣 我们快乐 我根本要告诉他们 你们这个套路太不深了 我跟你们说 我们就没有展现我们的套路 来 拜拜 他们都看出来套路太明显 他们不知道我们拿的是这个 他们把这些东西达进去 不一定的